歡迎大家收看TOYZ TV的影片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DID 1-6 登月太空三人組 雖然說是三人組,但今天玩具堂 今天為大家深水評測這個項目 我們只會拿其中兩隻和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隻是哥連絲 跟著一隻是岩士堂 為何是這樣呢?慢慢解釋 先看看哥連絲 哥連絲的裝備基本上是比其他兩個好像比較少 為何呢?因為他欠缺了登月的裝備 記得歷史裡面 其實他一直留在太空倉做commander和後備支援 所以產品方面亦沒有一個登月的太空裝束和裝備 但廠方一定會補償另外一些特別配件 令到三個產品都有各有所長 看到這一套會附加一個額外的太空倉的倉門蓋 這個倉門蓋除了可以當作一般地台 亦可以當作一個情景的配置 除此之外,月球地面的地台都會連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鏡頭見到 除了一些當熱裝備缺乏之外 其實太空人基本裝備都有 我們見到這個玻璃頭罩 雖然它不是玻璃 最終不失為這個套裝的靈魂部分 其實廠方最初是一直堅持用玻璃去做 但後來始終克服不到技術上的困難 結果都是用回去膠 但始終裡面的精細度和一些報告 情報量都很小心去研發 所以都是值得支持的 事實上DID足足花了兩年時間 去籌備和研發和生產這套套裝 插開少少說 DID官方都發佈了兩條短片 是解釋如何裝著一些裝備 以及在套裝內的彩蛋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拍得挺有心機的 鏡頭影響攝影機都講攝影機 其實三個太空人的攝影機都有所不同 光連絲的攝影機全部都在太空倉裡使用 而兩位登月太空人的攝影機都有點不同 所以都可以作為這個部分的產品一個特別的地方 三個太空人兩款不同的攝影機都有附加鏡頭可以配置和裝嵌 大家裝的時候要小心點 因為是很仔細的部件 另外現在看到布頭套 當你要脫或打一會 官方都會提議大家才把頭雕拿出來才裝 除了一個倉門地台之外 月球表面地台加上另外兩個太空人的地台 就可以拼合一個巨型的月球表面地台 既然這個哥連絲有額外一個太空倉門的情景 沒理由不用一個在太空倉間失重的情景吧 看上去哥連絲的確在整體上配件比較少 但在廠方都捕捉了一個太空倉門蓋 另外當然有獨立的頭雕 另外還有這個在倉裡面的攝影機 加上其實價錢比我兩款便宜一點 所以要組裝整個全都沒辦法 一定要賣賣它 沒錯這款相對其他兩款可能好像稍微有一點 銷路來說我也知道也不太多 但因為廠方加單的關係 所以我相信這個哥連絲最終是比較少的一款產品 終於來到岩屎堂 沒錯它一定是三個裡面最觸目的一個 記得小時候看新聞都是經常說岩屎堂 為什麼呢?因為它就是第一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 先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想最齊的話 其實阿姆屎堂也不是最齊那個 沒錯就是這段影片沒有介紹的Eldren 為什麼呢?因為它是連了一支插在月球表面的美國國旗 好了但言歸正傳 我們先看看現在的登月裝備 首先看到登月頭盔 登月的HER 手套 其實裝束我們已經事先穿上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登月英雄 跟Armstrong 可以說三個figure 他們的太空衣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但看回他們的胸口 都全部做了他們自己的名字的徽章 說回來 這幾套的太空衣 其實車工是非常仔細 其實也有很多困難 表面上是白色 但其實裡面很多的報告都要重疊 複雜的 我不敢說車工是最複雜的1比6 但做Research肯定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這個位置就是其實1比6玩家最值得去讚賞 或者是給錢廠家的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一部產品都忽略了這些部分 沒錯 主角終於出場了 而且是full gear 終於見到這個太空衣生系統的真面貌 PLSS System 其實要講講 除了很有型外 其實在組裝過程 真的要看看DID的觀片 加上要小心去裝 經常都說1比6的產品 這些部件非常細 有時候真的很多時候有慘劇發生就是弄壞 弄壞了又不知怎算 因為好像是自己弄壞 當然有些廠會有些維修保養服務 但也不是每間都有 看看這個PLSS 其實真的是這套太空裝的核心靈魂 沒錯 見到它有一個包 但其實DID是沒有偷計 你拆開那些布袋 後面全部都有來購 大家慢慢留意 這條影片我們就沒有弄給大家看 但你們可以不妨在家 慢慢退開那些白布 你就會見到裏面所有東西 完全是麻雀衰小 五臟居全地顯露出來 可能看完Armstrong這個full gear的畫面 大家都覺得是物有所值 而且可能也要付多少錢 去買Armstrong或者Adrian 當然 Colins 如果你想砌砌三人組 就沒有辦法 以畫面跳出來 對 胸口還裝了一部攝影機 沒錯 兩個登月太空人 其實胸口都同時裝了一部攝影機 也有鏡頭碗 現在看錄片 大家知道 他們對方互相拍到對方 也有鏡頭碗 又順帶提提 在這幾個太空人裏面 有部份在月球 批石仔 或者做實驗的工具 其實我這裏沒有包括在內 辛苦大家師兄們 自己上官網看看 再給大家看 我再給大家提提 6月份到第二批加單 的產品 將會面試 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盡快去零售商訂購 如果喜歡的話 為什麼要訂購 其實現在市面很多零售商 一般都不保持現貨 所以大家喜歡的話就去訂購 好 說回正題 看看 現在這個頭盔 就變成一個反光面的頭盔 說到這個反光面 好像太陽超的鏡面 就是去阻擋或者反射太陽光線 因為據聞 這些光線 其實在外太空 直接就可以傷害到太空人的眼睛 所以太空人每逢面向太陽 或是快要面向太陽 他們都將要把反光罩放下來 而這個一臂的太空頭盔 非常精細 以我所知 起碼都有四層 中間裡面的玻璃頭罩 外太空頭罩 反光頭罩 以及兩邊白色的防護罩 總共四層 說完一個這麼精細的頭盔之後 大家覺得這個模型是值回票價的 無論是服裝 裝備 頭盔 配件 那套PLSS的背包 其實都是這麼精彩的 最後講回 原來廠方都配備了一個神秘賽彈 怎樣神秘法呢 就是其實三個套裝的月球表面地台 其實都是不相同的 但它們三個合起來 就成為一個大型的月球表面地台 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今次的分享是這麼多 不妨礙大家欣賞 不過呢 離開之前 和大家提提大家 如果喜歡Toys TV 和我們的話 希望你們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Like Toys TV 和Briano的Facebook 多謝了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